BB Air L 四大豪华品牌中 我们时常拍的就是 Benzi B&W 跟 Lexus Air 的 Audi 我们非常少拍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之前代理是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 Test Car 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不过在最近 PHS 也就是现在 ForceVegan Passenger Car Malaysia 的管理层 正式接手了 Audi Malaysia 所以他们就第一时间安排的这个 Audi Air 5 Sportback 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比较少拍的 Audi 然后还有这款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Sportback 它除了帅以外它还有什么 那就是帅到掉渣 如果喜欢这款车的话记得看下去哦 A5 Sportback 这款车呢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它有两个性能代表 一个是 S5 一个是 RX5 不过相比起它们呢 这款车的颜值是帅 但是它的性能并没有那么出色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A4 的这一个 Coupe 版本 它的主要对手其实是 BMW 的 4 Series Grand Coupe 不过这款车暂时没有在马来西亚卖啦 马来西亚只有普通的 4 Series OK 我们先来讲这款车的技术细节 这款车是基于 Volkswagen 集团的 MLB EVO 平台打造 所以它其实跟大部分的 Volkswagen 车款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们的平台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就车身尺码来讲的话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其实是 D Segm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车长车宽都非常的大 这车身非常的 DI 非常有那种运动感受非常的强烈 然后我最最最喜欢的就是从正面角度去看整个车头 这个头灯组非常的锐利 然后这个引擎盖的线条非常非常的饱满 看了真的是很爽 这个设计风格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你们觉得这款车的设计怎么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顶级版本的 FI Sportbac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着 Cratol Cratol 这个东西就是 Audi 最大最大的卖点 我跟你讲 你试了 Audi 的车 就算它不是性能版本的 Cratol 你都会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水箱护罩非常的大 这个是因为里面的 Engine 需要散热跟进气啦 所以他们就把它设计成这样子让它方便的进气 你这样摸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温度真的很高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头灯组 Audi 在中国有一个外号叫做灯厂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就是它的灯设计非常非常的颜 非常非常的帅 不过可惜的是在国外很出名的这个 Audi 跳舞灯 在马来西亚并没有 马来西亚的头灯组是这样子的 当然它也是有这个序列的 LED 头灯组 前后都有 其实也蛮耀眼的 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跟这个国外版本相比的话 它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啦 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只是Program 的问题吧 未来是不是可以升级呢 就要看这个 Audi Melech 怎样去设计这辆车 怎样去定位这辆车了 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 A5 Sportback 非常非常的长 是不是 不过它的车身高度很低 我在它旁边的话 它的这个车顶的高度 基本上只是到我的背这边罢了 所以它的车身高度那么低 就代表着你上下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啦 不过不用紧眼就摔了 在 BB-L 里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呢 L 跟 A 是最出色的 尤其是这辆车 这辆车刚刚好是我喜欢的那种方针类型 然后棱角分明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腰线 从车头一直贯穿到车尾去 然后这边它有个Lay Coupé 的造型设计 为什么原厂把它叫做 Sportback 呢 其实 Sportback 也叫做 Fastback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它会叫 Sportback 接下来就要讲这个轮圈 这个轮圈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设计啦 你看这个多福式的轮圈 然后还有多吞的Color 它的尺寸是 255 35 R19 我很surprise的是它的厚度只有35 可是这辆车开起来并不会太跳 舒适度还是有在的 这个等下试驾的时候再讲 然后 A5 Sportback 还有两个重点要讲 第一个就是这个一定要讲到的 无框车门 这辆车我跟人讲 你平常开出去真的很严 尤其是这个 Weekend 我开去上面 Velocity 真的很多人看我 一下子我的虚龙行就满足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 Sportback 你可以看到 C-Piner 之后 它采用了一个 Coupé 的造型 其实 Sportback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Fastback 然后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 Fastback 看这个 Fastback 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细节先 货真价值的双出排气管 这个真的是增强它的运动氛围很多很多 还有这个尾灯珠 该我讲的 流水式的尾灯珠 因为现在是大白天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如果你是在比较暗的地方下 这个 3D LED 的这个光条 加上这个流水式的这个方向灯呢 我可以跟你讲这辆车真的是帅到掉渣 我觉得它是同级别的这个车款里面最帅的围灯 不接受反驳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它叫 Sportback 你可以看到如果打开尾箱的话 它的整个后面大径是向上开的 这个设计跟这个 Arteon 很像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车是采用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这款车其实是五门的轿车并不是四门 一般它只有左右两边的门可以开嘛 可是这个因为它的大径也是可以开启的原因 所以这个算作是第五个门 通常这种车就是 Sportback 或者是 Fastback 而且讲真的这样子的设计不只是好看而已 它的空间运用度都是非常的好 例如讲这款车 官方的数据它的这个尾箱容积好像只有465左右啦 可是因为它这个大径可以打开的原因 所以你要放大型的物品进去车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就算我今天我整个人我要爬进去 我要坐在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尾箱呢它的这个长度 可硬整性都很好 如果我讲今天你是个高级行政人员 然后你有时候你会跟客户去打高尔夫球 是不是 这边要放高尔夫球具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能后面要再一点东西的话 基本上也是OK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门关了 其实我的人躲在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辆车有一个让我有惊喜到的地方啦 就是如果你打开这个杖板 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SPAIR DIAR的 虽然讲这个SPAIR DIAR不是FUL SIDE 只是铁RIM 不过好过没有啦 总我就是觉得有SPAIR DIAR 这个SPAIR DIAR如果你拿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下面别有冬天 这个不是SUBOOFER 这个是多一粒电池还有电动机 没有错 其实这辆车是Hybrid来的 它采用的是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过它的这个电力比较小 它只有12V 因为一般上我们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都是48V或者是24V 这个只有12V 所以它主要是提供这个车机啊 然后车辆安全系统 或者是冷气压缩机电力 不过它对于降低油耗 跟提升车辆的动力表现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不要跟大家讲啊 因为这个应该没有人知道 打盖引擎盖 你可以看到这个引擎上面 有写着TFSI 也就是2.0的涡轮增压引擎 因为我们试驾的是高配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49PS 大概换算是246HP左右 然后370Nm 匹配7速的Astronic 双离合器 边速箱 然后它有Krator四轮驱动系统 这具引擎的代号 其实是EA888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众能发家 然后它匹配的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我有去找资料 找不到信号 不过我相信应该是DQ381来的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开过这个EA888 跟着一个DQ381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车 它的动力系统是完全无可挑递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重点 就是它的Krator系统呢 最高可以让这个扭力分配到50 也就是前面50后面50 开起来的感觉真的很爽 然后这边有两个Aluminium的拉杆 来提高这个车辆的刚性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有这个东西就代表着 这个车的悬吊是可辨式悬吊 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 来切换这个悬吊的软硬 等一下试驾的时候讲一下 这个Alti A5 Sportback的内装设计 因为讲老实话 它还是比较属于上一代的Alti车款 所以没有太多让人impress的东西 不过实际体验我也觉得是 其实中规中矩啦 我要称赞的就是这个触屏 这个触屏不是电视机 后面是屏的 你看而且很薄 非常的薄 后面是屏的 然后荧幕的显示也很高清 亮度也很够 不过缺点就是很容易一张指纹 然后这个System的速度有一点点慢 不过这个触屏主机是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 当然你要用有线的也可以啦 就是Connect这个Cable在这边 它就可以使用 不过它的前座 刚才翻来翻去后我发现到 它这边是有一个普通的USB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Type-C 然后这边中央扶手打开的话 其实空位也没有很多罢了 它真的是非常的浅 这个中央扶手 然后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置物空间 两个杯架 然后这边可以放手机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这个系统的音量键是在这边的 这个转动质感很好 告诉大家为什么它放式在这边 因为一般上如果我们驾车的话 我们要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车辆 这个快捷键来控制 它把这个Button Set在这边 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passenger来控制 是不是很贴心 然后这边它是这个山区的冷气 你听到这行 这个质感多么出色 然后中间有一个萤幕比较大的 这一个显示屏 如果你start车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除了显示这个 冷气的吹的方向 然后它这个风量 Aircon是不是on 它还有显示你这个Aircon是不是三区 就是前面两区后面一区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set 我觉得还蛮精致的 所以Audi在这种设计上面 真的是不用让人担心 然后如果是我往前看的话 没有抬头显示器 不过这个数位化仪表显示也是很高清 也不会反光到很明显 反光有啦 不会很明显 看起来还蛮清晰的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握感也很好 上面也有快捷键 我看这辆车原厂表示它是有先进安全配备的 所以你是需要去这个Home Car 然后这个Rival Access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个Lang Deputure Warning 跟Lang Keeping Access的 然后也有Speed Warning 那种基本的东西 除此之外它没有ACC 然后其他东西都没有 OK 接下来讲 这边有一个Button 就是可以开后面的boot 然后有memory seat 两组然后开关门都是在这边 整体的感觉确实很德国车 其实质感都不错 大家听声音 当然这边是硬的 可是这边也是软的 Audi这个价钱给到你这样的质感 真的是不可挑剔的 而且他们还怕你不知道这辆车是Quattro 这边还放多了一个Quattro的字样 这个Quattro这样子看质感也是很出色 买这样子的车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看我 我的身高180亿坐在这个前面的椅子 真的是很舒服很爽 我觉得不错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天窗啦 这个是Touch sensor来的 它没有Button的 你手指按上去的话 那个灯就会开到的 虽然讲这个功能是很常见了 但是我觉得 有的话确实可以让这个质感升级很多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 电子排挡杆 这个电子排挡杆的质感 你看我推就好 这个质感很solid 然后握杆也很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电子排挡杆有一点很奇怪就是 我现在是D挡 有时候我按P 它的P在这边 我按P的话 这个电子收拾车有时会自己拉 有时不会自己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座的空间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后面其实有一点点拘处啦 一点都不像D7应该有的空间 But so what 摔就完了 然后这个后面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有这个独立的冷气 你可以调温度 但是风量就不可以调啦 然后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也有网 像我的电脑可以直接插在这边里面 所以对于这种商务人士来讲 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因为这辆车是有Quator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加上它这边有这个山区的冷气 所以中间基本上是不能坐人的 这辆车基本上是前面二后面二罢了 中间这个坐人会很辛苦 然后当然这边有一个12伏的电源 这边有一个扶手 然后这边有个打开有点置物空间 然后有个小背架 这个背架好像有点小 不过我试一下啊 OK啦还是放得进的 然后左右各有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高大概是180亿 然后我的头已经顶了这个车顶 然后加上它没有天窗 压迫感是有一点明显 这个是这种Fast Speed 或者Sport Speed车型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讲解你的身高没有像我这样高的话 坐后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啦 因为旁边也有一个三角径 如果你身高不高的话 这个压迫感是OK的 不过讲真的 这辆车我相信也不是为了家庭用途啦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大家可能更注重的是这个驾驶感受 走我们去看一下它的驾驶感受是怎样 试驾的一开始我就要先讲这个A5的Quator 我现在会有人讲这个不是X5 这个也不是RX5 它的Quator可以有极强 我必须讲的是它的Quator 就算只是普通的A5都是很强 OK现在我们在这个封闭道路来试下它的Quator 这个极限转弯的表现 OK大家看好 这个是普通模式 D的模式Auto啦 OK前面有一个Route about 其实大家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就算是这样子的转弯 这个Quator系统的抓地力还是很强 当然因为车辆的这个悬吊设定 它并不是运动化的设定 所以它的在极限过完的时候侧倾会有点明显 但是整个车身的动态还是非常hold得住的 这个是我觉得A5 Sportback最强的地方 OK这个极限驾驶是很少回合的情况 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日常驾驶的情况 其实日常驾驶你也是可以觉得 这个Quator真的是在做工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 Quator的logo其实是一支B虎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表示了这个Quator系统 就像B虎的脚一样 有很强的抓地力 这个确实是事实 这个A5 Sportback我开了接近一个星期 所以我对它的感想还是蛮深刻的 第一点就是这台车日常开真的很好开 它的Quator是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做工 你看就算我现在转一个小弯 其实你都可以feel到Quator系统在做工 它让车辆变得非常的灵活 尤其在你在U-turn的时候 这一个Quator系统的表现是更加的明显 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这个过弯的这个动作 这个U-turn的动作 而且你会feel到这个车的回转半径好像小了 因为有时候你也知道如果你驾那种比较大的车的话 你在U-turn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吃到别人的Land这样 但是实际上这辆车不会 它的Quator真的很灵活 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开它日常驾驶的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MLB Evo的platform真的是很爽 像我是在这个Puket Jalil去Sungai Persis这条路走 这个路况没有很美 可是它的悬吊在这个D的auto模式下面 它可以把这个碎震吸收到干干净净 不会太明显的震动 整体的舒适性是有在的 所以你要佩服它的这个底盘的调教 跟这个底盘的刚性真的是很好 虽然假如它没有BMW那么有个性 然后它也不会像Mercedes那样平淡一点点 它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两者的中间 在你要一般四驱驾驶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你足够的灵活性 足够的好上手程度 然后在你需要运动的时候 它也可以给到你一个不错的体验 老实讲这辆车的加速真的很爽 官方的数据它的0-100加速是6秒左右 如果你踩完的话它是真的很充的 但是我更加喜欢在开这辆车的时候 做这种一般的四驱驾驶 底盘很舒服 然后Stairing很轻 然后引擎很Smooth 变速相换挡挡机很快 重点是油耗也低 我开这辆车的时候它的油耗大概是8.1L到8.9L per 100km 以一台D-Segment 2.0Turbo的豪华车款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油耗表现是真的很出色的 这辆车除了四驱驾驶足够灵活之外 它在高速公路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啊 毕竟这个大众能发家的引擎真的是动力储备非常非常的足够 尤其是它的扭力370Nm 有时候你真的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你要超车什么 真的是一点油车就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是比较适合那种 需要动力但是又不喜欢那么Hardcore驾驶感受的用户 我本身是很喜欢这种调性 因为我自己如果是看一台车看我喜不喜欢 我看的不是它操控有极好或者是它有极舒服 而是它有多均衡 这款车基本上就是足够均衡的那一块 是我会喜欢的类型 因为我这辆车我开的时候我都是去Made Valley啊 去Velocity这种地方 然后你难免会跑一下Highway 然后会有去找那种比较塞车的路况啦 它基本上都可以应付到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那种好像现在是去着这一个KL的方向这条Highway 这个Highway有时候它的路况会比较晚一点 这辆车基本上如果你是在110左右 你跑这个弯的话它是hold得住的完全没有问题 我一般在开这辆车我都是放着这个D跟Auto的模式 如果讲你要去切换去运动模式的话它也有 不过它的这个运动模式就有点怪 因为它的这个按键是在这边 基本上我的手伸过去是动不到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调整驾驶模式的话 你难免会分心一点点 这个没有办法 OK 然后现在我切换去Dynamic 你切换去Dynamic过后 你就可以感觉到Engine是很明显的激进 而且激进不止一点点 然后我不懂是不是我的这个心理作用啦 我是觉得这个悬吊是真的有变硬一点的 后面有没有感觉变硬 有哦 不是我的这个心理作用 如果它变硬过后你看这种弯道 它就会给车辆更好的侧倾的支撑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 这辆车如果你有时候需要Hardcore的跑一下 可能你上云丁的时候要去Enjoy一下 还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这一点不错 如果是我对这辆车的看法 我觉得它不满不足的地方 它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先进安全配备上面的缺失啦 不过讲老实话 现在你看市场上的这个segment的豪华车款 基本上除了一个X60啦 X60其实是同级不过它便宜很多 X60的安全配备是比较满之外 其他的安全配备都是差不多上下罢了的 虽然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会希望你把这些先进安全配备加下去 可是我也知道其实会买这样子车款的消费者 对于这种安全配备应该是不会太在意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是主要的缺点 就是安全配备不够 驾驶感受来讲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feedback 也很迅速 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德国车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 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人问 它的驾驶感受跟Forcewagen有没有差 我可以摸着我良心 看完我摸我良心啊 有差真的有差差得很明显 首先 这辆车是MLB EVO 它跟PASA的这个MQB platform 就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platform是专门为大型车打造的 然后第二点 就算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平台 他们也不可能有同样的调性 就跟Toyota和Lexus是一样的 Toyota和Lexus其实也有共用很多的平台跟Engine 但是实际上他们开起来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台车很明显 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很豪华的车款 而且它的隔音表现不是PASA 不是Arteon可以比的 KL的路况有多烂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你有时候在跑的时候 Engine声是难免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整个试驾过程里面 基本上你都听不到很明显的轮胎声跟Engine声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它的隔音功力所在 OK 其实这辆车我刚才有讲到吗 它的主要对手是4 Series Grand Coupe 但是实际上它跟C-Class跟这个3系列都是同一个等级 只是这辆车Fastback那辆是一般的轿车 可是真的要讲的话 它的隔音绝对会比那两个Toyota还要好 所以这个隔音的表现 大大客的赖 而且这个不是我讲 因为这段期间我也是有载我的朋友出门 他们也是有给我一样的反馈 所以这辆车真的很适合行政人员开 我个人觉得它比起C-Class跟3系列更适合 C-Class跟3系列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创业家 但是这个Fastback它同样有帅一些的外观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也会比较大气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行政人员很适合开 就是这个原因 这辆车跟我一样帅 你讲对不对 在影片的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Audi 其实还有个很贴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门把的设计 因为一般上我们开门都是手伸进去拉吗 对不对 可是这个哦 你要手伸进去 顶一下 往上提 它门就开了 这个设计其实很贴心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我对这辆车的感受了 Audi 这几年其实是因为一些市场策略的问题 所以在马来西亚不常见 可是其实在之前Audi 是在马来西亚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 例如说这个A6 Hybrid 的那个年代 那辆车其实卖得非常的好 但当我记得那辆车好像就在马来西亚卖了2000多台 这个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这一次在PHX 重新接手这个Audi 之后 我确实希望他们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因为市场有竞争 对于消费者来讲才是最好的 只是目前可惜的是这个Audi 的车款全部都是CBO 所以在价格方面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 不过之前有听讲啦 他们有计划在马来西亚CKD 然后加上PHX 也是有在马来西亚CKD这个FW的车款 所以我相信要CKD Audi 是不难的 只是未来会CKD什么车款我们不知道 其实今天的影片也不是推荐大家一定要买这个A5 Sportback 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要让大家知道 Audi 回来了 BBL 的A 终于归位了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Audi 是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倾泻感 因为其实Audi 是我第一台开的欧洲豪华车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它的 加上这个A5 Sportback真的讲真的帅啦 真的是帅啦 我没有办法去形容太多就是帅罢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看法 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另外如果你是Audi 车主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你对你的Audi 有什么看法 使用感受等等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分享 然后记得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